剛剛我們玩的是你一定要停止真執行 可是如果你想要有點互動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搭配Webduno另外一個特點 它有很多的所謂的這種互動的機制 這也是它的強項 那要去哪裡找互動的機制 首先第一個要麻煩大家 先把你的程式先停止喔 如果你還在執行中那個會不能按 所以你先把它停止 停止之後你看我們房子的左邊有沒有那個燒杯 既然照片拿出來就是來做實驗的對不對 對這個就是互動區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你會發現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互動區的出來 你可以把它拉到旁邊拿出來 就不會擋到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幾種 有顯示文字點擊燈泡、控制圖片、遙控器、YouTube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把它換成點擊燈泡 好,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顆燈泡跑出來 有沒有 那這個互動區其實就是網頁 就是網頁 好,所以呢 你要控制這一塊的 要找哪裡 你看我們積木的左下角 積木的左下角 有沒有一個網頁的互動區 這個 左下角這邊 你把它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這裡 這些內容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的下拉選單是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區塊就是控制剛剛那個互動區 那上面的這些積木就是控制真的 開發板相關的 那我現在呢 我們就來把剛剛的積木 閃爍先丟掉囉 那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積木不要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怎麼來怎麼回去 你從左邊來了 我就把它丟回左邊 是不是就消失 第二個,你可以按鍵盤上Delete 第三個,你也可以怎麼樣 丟到右下角真的有一個垃圾桶 右下角那裡有一個垃圾桶 你可以丟到那裡丟掉 好,我現在就先暫時只保留 開發板 跟這個Arigan的設定角位 這兩個積木就好 那我要跟它做互動 所以我找到下面 互動區裡面 點擊燈泡 跟這個互動相關的積木 都在這個裡面 我們希望現在呢 點到這一顆燈泡之後 我的燈就打開 對不對 然後呢,再點一下就把它關掉 所以我把這個點擊燈泡 這個東西丟進來 好,丟進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 這裡 有沒有叫做狀態切換 網頁互動裡面的點擊燈泡 有一個叫燈泡狀態切換 把它丟進來 因為我這裡要完成兩個動作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燈泡的圖片之下 換成亮的 這是圖片嘛 對不對 給我們看的 那真正的燈泡是不是也要亮 所以事實上 現在我要做兩個動作 現在這一個 就完成了第一個 切換圖片的動作 可是真正的燈派要換 要找誰? 是不是要找這個LED燈裡面的 所以我找這個LED燈 好 你看它的下面 有沒有叫做LED燈狀態切換 切換狀態 那這個順序上就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兩個是不同的 沒有相互關係 所以你放上放下都沒關係 好的 這樣就好了 真的 你現在可以執行看看嗎 我們把它PLAY一下 我先看看假的會不會亮 按下去 有沒有假的亮的 燈泡的圖也換了 再按一下有沒有關掉 那我來看真的 真的在這裡 當我按下去 是不是亮起來 按下去它就關了 這樣OK嗎 那老師就不要客氣 手機拿出來 是的 手機拿出來 你看一下 我們上面有沒有個QR Code 少你自己的 不用少我的 你看看你在手機上 你看到什麼畫面 老師手機上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燈泡 所以網頁互動區就是要顯示出來 人家在網頁上看到的 你如果沒有把這個地方顯示出來 你執行的 在網頁上看就是空空的 這樣按 有沒有比較有療癒感 你從手機上是不是都可以控制了 那一定要在現場才能夠控制嗎 不用啊 你可不可以在遠端控制 也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WebDunnel的優點 也就是說當我們裝置 能夠連到網路上的時候 是不是 所有東西都是物聯網 網路都是物聯網 當然 現在就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治安的問題 呵呵 你可以控制 別人可不可以控制 可以 所以說 以後 WebDunnel在這一塊 也會再做加強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物聯網的一些 安全的標準 他們現在也在各個規範 不管的話 現在大家都沒標準的話 就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做 或者這樣 可能有些有漏洞啊 那些就要 補起來 這樣OK嗎 是 這個QR Code 很多人 那這時候是多人 控制它的時候 會有什麼 老師這個問題 剛剛你用的QR Code 用手機去控制之後 你來電腦這邊 你再控制看看 看能不能再控制它 有沒有發現不能動的 你如果剛剛有用手機控制過 電腦這一端 是發現不能用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雖然有講 WebDunnel是不是可以 一對多控制 可是它預設只是一對一 也就是 你今天 我 依據 連線的 順序 後面來的 取得 控制權 你第一個用的是電腦 第二個用的是手機 所以誰先來後來 這是手機後來的 所以手機取得控制權 電腦的就不見了 如果你想要 兩個都可以控制的 怎麼辦 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你先把程式先停止一下 你看我們的開發板這個積木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協同控制 積木最後放 你把它勾起來 你把它勾起來之後代表 我今天不管哪一個裝置進來 大家都可以一起用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程式有沒有改過 打的那個勾勾也是不一樣 所以呢 麻煩你 重新執行 還有你的QR Code 要重新再掃一次 因為這一次再產生的會是不一樣的 因為跟前面的程式碼不同 你可以先再試看看 你經過第二次掃描 程式改過的 你用電腦控制 用手機控制 通通都可以 對 我一見 你要一見 你不是這樣看嗎 你不想 enter 你不想說 你不想有鑽 你不想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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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